北京时间1月8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篮网主场迎战熊鹿队 因为欧文没有注射疫苗的缘故 无缘主场出战 最终篮网队109比121输给了熊鹿队 篮网队遭遇主场五连败的同时 同样遭遇了一个更难堪的数据 面对东西部前四的球队 篮网队的战绩为0胜8负 而且都是大比分惨败 坐实了伪强队的头衔 上一场对阵步行者的比赛中 欧文时隔206天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那时给了他足够的信任 全场比赛下来 欧文足足获得了32分钟的出场时间 最终凭借着末节十分的表现 成功帮助球队结束连败 一时之间欧文登上各大头条的热搜榜 篮网队夺冠的势头 一度赶超勇士登顶联盟第一 而这一切的关注度全部来源于欧文的付出 但是今天对阵熊鹿队的中 篮网队尤哈登和杜兰特双合带队 最终从首节比赛开始 篮网队就一直处于追分的状态 如果不是末节比赛垃圾时间追回了一些分叉 相信篮网队会输得更惨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赛结束之后 球队上下都是对自己的表现充满了失望 但是更多的话题给到了欧文 很难想象 仅仅打了一场比赛 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同时也证明了篮网队尴尬的处境 打不过强队这是既定的事实 就以今天的比赛为例 篮网队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三分球命中率 通过各项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篮网队并没有落于下风 仅仅是三分球这块 篮网队输得惨不忍睹 全场比赛仅仅命中6G三分球 命中率更是只有22.22% 哈登迷失了自己 甚至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就算是米尔斯这样的老将 都找不到了准心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就算到目前为止 篮网队始终没有找到一套 适合自己的阵容体系 各自为战的篮网队 着实想不出他们的明天在哪里 输球之后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球员们自我揽择的习惯 但是下一场比赛 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好了 加上欧文上一场出色的表现之后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 把责任放到了欧文身上 杜兰特表示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他 欧文 自己多希望他能打所有的比赛 哈登表示 现在球队有没有欧文在场 完全不一样 打得好 欧文承担了所有的掌声 打得不好 欧文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不管怎么样 无论是那时还是篮网球员 他们觉得现在只有欧文能够拯救他们 但是小冯觉得 这只是篮网球员们自我安慰罢了 明明哈登和杜兰特都有顶级的实力 再加上米尔斯的三分属性 篮网队怎么可能输得这么彻底 很大的原因是出现在了自己身上 难道真的因为欧文归来 哈登就能回归往日的风采 还是内线就能打出更好的表现 其实说白了 球队输球应该从自身找问题 而不是寄托于他人 就这样的态度 就算欧文归来又如何 篮网队该输的球一样都不会少 甚至篮网队很可能因为欧文的进进出出 破坏了球队的整体轮转 最终更是得不偿失 按摩 其实就是这些人的材料 根本就是在这边 很大